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1月16日 星期二 昨天 網上流傳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北京病逝 之後市場又有消息 王健林病逝的消息是要因 萬達商館 向港交所申請了IPO 懷疑有人想惡意阻止萬達商館上市 這個說法是現在的 傳媒的說法 萬達集團官網上載了王健林 昨天主持萬達集團 創新工作推進會的消息 也出了一張照片 間接澄清他的死訊是謠言 萬達表示 已經就這個謠言報警 這個謠言其實是大陸的一個網上網 一個叫金日頭條的用戶 叫做新勇大海二 他發佈消息 黃健林在2021年11月14日下午4點54分 在北京病逝 享年67歲 就這麼簡單 當然啦 金日頭條 就說 這個人發佈虛假訊息 而且惡劣影響 根據金日頭條社區的規範 平台已經對這個用戶叫新勇大海二 就予以永久封禁處理 這件事其實也成為了微博熱手 因為始終是很大件事 我們繼續說回王健林這件事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在商業世界 一個消息的發佈 很多時候 不單止會左右那些股價 甚至乎 會製造一些時勢出來 很多時候大戶就是靠一些發佈消息 去 影響那些 投資者 甚至乎是用來造市的 所以 掌握媒體其實 就接近了掌握到正常 也掌握到市場 大陸 是一個由共產黨完全壟斷 所有媒體所有話語權的地方 他的消息只能夠由網民發動 我想說一下 網上有很多謠言 但是 最後也被證實是真的 當然王健林這件事是假的 我們要討論一下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消息出來 王健林 另外有一個令人 經常談論的 但是最近少了 就是他跟習近平的關係 由於 他是得到習近平 者夫鄧家貴的支持 所以 他在全世界最不行的2008年海嘯之後 戚具知 因為有後台 可以說是 在逆市大量投資 王健林 試過在2013年成為 中國的首富 我們要 跟大家說說 這次 究竟有甚麼陰謀 會不會 牽涉到習近平 借著他的者夫 來攻擊習近平 中共的六中全會剛剛才閉幕 但是 現在仍然是沒有辦法將那個歷史決議 的文件公佈 究竟 有甚麼鬥爭在裏面 這節我們要詳細跟大家分析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三個呼籲 第一當然是88燒效 大家 記得多多支持 這個 甘林街40號 接著山東街 其實位置也算是格涉的 廣東道再下一條就是甘林街 當然我們也希望大家兩面而為 支持還支持也不用強行來 第二個呼籲就是我們的車隊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要旅遊包車 要機場接送 要幫忙搬家 要幫忙看房子 也可以跟我們的司機聯絡 第三個呼籲就是有網友向我們報料 就是 有人在外面利用我們的名義 在外面接收捐款 在外面籌錢 我們一直都是反對的 原因 就是我們有廣告收入 我們認為我們的廣告收入 足以維持我們台的運作 也可以請到我們的人手 而且 我們也計劃將我們的人手擴大 現在暫時 我們也沒有需要向外面 收貨金 包括的任何 捐款我們也不需要 當然有人 知道我們這張卡不拿來滾 就被人偷了去滾 就像信用卡一樣 那張卡不拿出來滾 用現金 那張卡就被人偷了去滾 所以 哪一個受害者 或者你被騙了錢的 記得向我們說 我們是會幫你追究的 這一節 要分析黃建林這件事 要分析黃建林這件事 其實你傳出他的死訊 有甚麼用呢 一些對他的關係也沒有 甚至乎對他的股市也影響不了 因為黃建林這股市也跌倒了 即使要在香港上市 萬達商業 也沒有甚麼商業管理 也沒有甚麼影響 但是 即時國內有一種 說法 現在炒得熱 就是把黃建林 以及 習近平 者夫 鄧家貴 的交往 全部拿出來說 原因是否要 攻擊習近平呢 你自己也不乾淨啊 你真有事啊 萬達黃建林就說 在你的卵役支持下 成為中國首富 你還說你不是貪 好了 我們要看看 2015年 當時黃建林訪問 他在哈佛大學 發表演說 當時他回應美國《紐約時報》 的報導 當時《紐約時報》是報導 習近平的姐姐齊喬喬 以及他姐夫鄧家貴 曾經斥資2000多萬美金入股萬達 但是當時的報導 已經被他們的大陸媒體刪除了 什麼都沒有了 即使是仍然有報導 也沒有提及 新華網友報導 他在哈佛已經說 但是 不提 黃建林回應 習近平的事情 當然 《紐約時報》就說 黃建林只能夠可以打造萬達這個雙無帝國 主要是因為他跟中國政府的高官 權貴有密切關係 最主要就是他 混了當時的國家主席 當時的儲君 習近平 習近平的姐姐 齊喬喬 以及他的姐夫鄧家貴 他們 曾經入股2860萬美金 入股 入股萬達 但是 後來齊喬喬喬就說 一早 在習近平接任 總書記之後 就已經將他持有的萬達股份出售 轉讓了給一位長期商的夥伴 大家知道那位是人頭 實際上他也是最終的控制者 黃建林回應 說當時他們 公開發售這些股份 他們為了籌務 做很多私募 其實是透過私募的基金 當時就用了銀河證件和中金公司去操作 其實也是半公開的 私募價格每股13元 總務資是40多億 當時創造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私募規模最大紀錄 齊喬喬和鄧家貴控股的北京 秦川大地投資 也是公司 以及十幾家公司 一起入股 入股萬達 以及建設銀行 中國飯海等的投資額也差不多 萬達商業由2014年12月在香港掛牌上市 在上市前兩個月 鄧家貴 就以低價把萬達商業的股票全部轉讓 當時他已經不是萬達的股東了 當然這件事當然是流的啦 王健林還出來說 當時鄧家貴先生 犧牲了巨大利益 投資 熬了六年 眼看可以賺大錢而不賺 這件事證明不是腐敗 刻刻證明 習近平主席自覺嚴 自家更嚴 這件事是糟糕了 說完之後習近平更加生氣 你不說是沒有人說你啞的 誰都知道你找人頭頂了他 還要扮虧本 完全 就是糟糕了 所以王健林說完之後就開始被習近平 最激打壓 你如果不出聲 就是不回應 純粹是商業決定 你只要不要提習近平 可能也好一點 但是 最終他就提了習近平的名字 特意拿出這些說話出來說 沒有人 沒有人不知道的 擺明 找人頭 接了一些股份 還要虧本 根本就是離譜 2008年 當時 其實 這個齊家 即是說習近平的家族 已經是 他那個 姐夫做到很大的生意 也做了地產 大家想想 這些不是權錢交易 是甚麼呢 這件事 我都認為 是一個反習的力量 是一個支線來的 當然不是主力攻擊 就是要讓別人知道 你也不是很乾淨 你要反腐 因為最近傳出習近平 要對中紀委 動手 要對幾個 不同的政法委的人 開 大開殺戒 大開殺戒 會不會有人知道之後 提早發難 先動一下你 又說要反腐 又說成為你最腐敗 所以 就選了王建立 出來 做 這個叫做引子 點著這個習近平 當然 一個 萬大王建立 我們可以看到他最近 那些出席的樣子都瘦了 肯定是受到很多的打擊 才會這樣 原因就是 他當時 財大氣粗 到處去賺錢 到處去買東西 是一時無兩的風頭的 但是 始終 也是一個 鄉下佬 也是一個黨員出身 對於黨是十分忠誠的 不過 你要做生意 當然 當然是用很多 不見得光的手段 尤其是官商勾結 權錢交易 這次 有人 借助 王健林 這件事 傳出他的死訊 等於高度關注王健林 然後再拿回鄧家貴 齊喬喬 習近平 將他們扣連在一起 我覺得 是絕對有理由的 中共的政治 從來都十分複雜 接下來我們也會和大家繼續分析 拜拜 為了 請支持 充分架 敬世 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